今次的成績是不是你預期之內的? 連預期之內都沒有 我是怎麼說好呢 我是想不到可以得到這麼有份量的獎 所以我希望可以做自己做得更加好 然後也希望出多些不同的作品 好的作品給大家聽 才可以對得起支持我的一班粉絲、一班聽眾 還有支持我的人 因為我真的很感謝他們給我勇氣和自信 本來我不是一個有自信的人 我都說了很多次 但是我也很想說 那些我不說了 為什麼不說呢? 不想說就說 你什麼時候說呢? 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 現在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 因為我算過 你算過 你算過 你算過了什麼? 你算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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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考完試才說 謝謝你 夠不夠時間 溫習家 其實我覺得 那個時間要捉得幾巧妙下 她是 我都幾享受這個時刻 一邊去工作 一邊去溫習 然後一邊也學一些新的知識 她呢 全部 我覺得我的腦是非常豐富 我從未試過這麼豐富的感覺 因為以前讀書呢 我只是只讀書 但是我沒有一樣 可能有興趣 或者怎麼樣 但是現在開始 真的 當興趣變成一個職業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非常奇妙的 你考完嗎? 我還有一科 在9號 T&L 還有一科 T&L T&L 那你考試成績 你考試成績 你考試成績 沒有唱歌成績那麼好 我認為 不分 百中 不相百中 不相百中 不分 不分 高下 不分 不相百中 而且我覺得我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 尤其是 我最怕 我最怕 是英文的oral 第一天 我就已經考完oral 我是非常之開心 非常之有成功感 亦都很想多謝我隔離的兩位同學 我本身真的很緊張 很緊張 但是到開始入跑場的時候 他們那個節奏很好 他亦都不會 我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說這些 可以 然後呢 他們亦都不會搶完去說 但亦都不會沒有話說 所以呢 而且我很害羞 而且又要說英文 那我就 那我就 有點緊張 但是呢 到後來呢 他們的節奏 因為打到非常好的關係 我亦都沒有那麼緊張 然後亦都開始 說到少少東西 我就已經 覺得很滿足 而且我真的很厲害 你講英文 是不是都是這麼慢 應該慢一點吧 應該慢一點吧 更慢一點 How are you Thank you 不工作 有沒有幫你 講話 真的會令你更有信心啊 是 我以前呢 無論是中話的 不是中文 中文的說話 還是英文都好呢 我都是很緊張的 但是 因為我見到大家 我見到大家 我開始說話呢 開始進步了 但是呢 但是沒有中文的說話 所以我不知道 結果如何 但是 我想應該是 真的說話 是進步了很多 還有我開始 跟大家聊天 一開始呢 我就很蔓延 但是到後來呢 開始熟悉了之後 我就可以說 很多話 是不是現在 在外星回來 都 登陸了一點 哈哈 我也沒有飛過去外星 不要回去火星 只是火星而已 去火星 登陸了一點 登陸了一點 可以登陸了一點 可以登陸了 沒有去廣位 可以登陸了 笑死 沒有影響到你考試 都我覺得OK的 OK的 應付得 好像過得很快 無緣無故就考到最後一課了 所以真的 要把握當下 我不可以說享受 雖然說享受有點怪怪的 但是 它的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你做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 但是你 好像我現在 考完五課的日 看回 哦 真的過得很快 無論是考藝術好 還是考中英數 通識都好 是真的 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 要把握當下 做好自己 還有做好份卷 冷靜一點 哈哈 那你考完最後一課 就投入班經濟了 我想是 不過呢 投入工作之前 我六月份 我希望可以跟同學 去一個畢業點 不是 畢業旅行 畢業旅行 因為我真的 去哪裡 去台灣 我沒有真的跟同學 真正地去相處 那 玩 旅行 其實我有兩個地方想去 我沒有 我們是 有兩個地方 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重慶 一個是台灣 由於我們三個都做不到決定之後 我們就開始抽籤 抽到最多的次數是台灣 那我們就去台灣了